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3月4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你平时是否喜欢看韩剧 2021年的时候随着奈飞出品的韩剧 由于游戏的火爆 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一股韩剧的热潮 奈飞官方也表示 他们有五分之三的用户都会观看韩剧 但是最近彭博的一篇报道却指出 同样是由于奈飞的影响 韩国的电视产业目前正在遭受不小的危机 一方面是在韩剧产业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本土电视台 陷入了观众流失 收益下降的困境 另一方面 韩国本土头部的流媒体平台 TV和Wave也已经持续好几年身陷亏损 那么曾经凭借着 由于游戏席卷全球的韩剧 如今为何会危机重重 让韩剧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奈飞 现在又给韩剧产业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马斯克起诉OpenAI违背创始初衷 OpenAI将任命新董事会成员 2月29号 英勒马斯克正式起诉OpenAI和他的CEO Sam Altman 认为OpenAI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微软的一个碧原子公司 专注于利润的最大化 违反了他在创始协议里 确保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的承诺 OpenAI表示 他们不同意马斯克的指控 马斯克提起诉讼 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参与OpenAI的发展 马斯克是2015年OpenAI成立之初的主要捐赠人 不过因为他和Sam Altman无法在控制权 和创建盈利性实体上达成一致 马斯克在2018年辞去了联系董事长的职务 微软则在2019年首次投资了OpenAI 并在去年用130亿美元的投资 换取了OpenAI盈利性部门49%的股份 彭博专栏作家前华尔街律师Matt Levine 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 马斯克提到的创始协议并不存在 而马斯克自己还运营着和OpenAI竞争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特斯拉和X这些公司也都有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业务 破坏OpenAI的商业前景有助于马斯克自己 不过OpenAI的估值达到了860亿美元 是否还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在去年年底的高层人士变动之后 OpenAI一直没有完整的董事会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OpenAI计划在这个月内任命几名新的董事会成员 比亚迪12天内降价8款主力车型 特斯拉在中国推出更多折扣 根据晚点类post的报道 从2月18号到3月1号 比亚迪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的12天时间里 发布了8款主力车型的荣耀版 这8款车型占据比亚迪去年销量的66% 荣耀版是今年比亚迪对车型改款的统一称呼 和去年相比 今年的改款在配置调整不大的情况下 终端定价最大降幅超过了3万元 类似幅度的降价几乎贯穿了比亚迪的整个产品线 晚点指出 尽管比亚迪在去年拿走了整个新能源车市场 超过30%的份额 但长安 吉利 奇瑞等车企 瞄准了比亚迪所在的每个气氛市场 主打产品对标 售价更低 在汽车市场增量几乎消失的今年 比亚迪既要应对新能源品牌 也计划在燃油车市场寻觅新的增长空间 在比亚迪发布新一轮降价措施的同时 特斯拉3月1号在微博上发文表示 这个月购买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后驱版线车的买家 将可以享受价值最多3.46万元的补贴和优惠 霍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特斯拉将会推出更多激烈的措施 来刺激中国市场的需求 这也是特斯拉和比亚迪等等竞争对手 价格战的最新举措 阿里本地生活集团管理层变动 根据玩点类post的3月1号的报道 余永福将卸任阿里本地生活集团的董事长 本地生活的两大业务 饿了吗 高德 将分别设置新的董事长和CEO 余永福曾经担任优势科技的董事长兼CEO 而优势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产品就是UC浏览器 2014年UC被阿里巴巴全资收购的时候 余永福也加入了阿里巴巴 在第二年他也成为了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过去10年的时间里 余永福负责过高德 大文娱 还有数字营销平台 阿里妈妈等等业务 有行业人士向晚点表示 过去三年 余永福对阿里本地生活的动作 偏重在理顺内部的各种业务 而擅长救火的余永福从管理职位退出 也标志着本地生活业务 已经基本梳理清楚 接下来就是新的管理团队 如何解决好增长的问题 对于新的管理层 界面新闻认为 四位接任者兼顾了资历与年轻 是一套更加理想的组合 因为他们所处的本地生活战场 局势并不乐观 竞争对手既有美团抖音 也有业务刚刚起步的小红书 网易云音乐 2023年纽亏为盈 首次实现全年盈利 2月29号 网易云音乐 发布了他们去年的财报 数据显示 网易云音乐 在去年收入出现下滑的同时 扭亏为盈 这也是他们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 在这份财报中 网易云音乐 将他们的盈利能力改善 归功于会员订阅收入的增加 运营效率 以及成本结构优化 截至到去年年底 网易云音乐的付费用户人数 已经达到了4400多万 在线音乐服务 也已经取代了 以直播为主的社交娱乐业务 成为网易云音乐的最大收入来源 在音乐之外 网易云音乐也正在扩充 播客 有声书 和广播剧 等等长音频内容的储备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 奈飞现在给韩剧产业 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尽管奈飞是在2016年 才开始在韩国提供流媒体服务的 但是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 奈飞一直都是韩国第一大流媒体平台 福布斯韩国的报道显示 截至到去年7月 他们的越活越用户量 已经达到了1100多万 比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两个 韩国本土平台 加起来的总用户数量还要多 奈飞之所以能够快速 且稳定地吸引韩国观众 一方面是由于 他们的订阅费足够低廉 韩国媒体Post News的报道显示 2019年奈飞为了吸纳 更多的新用户 推出了每个月 只要5块7美元的订阅服务 比当时相对便宜的 Wave等等韩国流媒体平台的价格 还要便宜1美元左右 其次他们作为一家 全球化的流媒体平台 奈飞的优势还在于 他们既有爆款韩剧 也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海外内容 所以相比之下 韩国本土影视平台 却在面临着各种危机 首先在流媒体的冲击之下 韩国三大本土电视台 日渐示威 韩国通信委员会 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七成的韩国人都表示 电视已经不再是 他们日常生活中 最必要的媒介了 那相比之下 使用流媒体平台的人 则达到了八成 韩联社的一篇报道指出 和一级一级更新的 传统电视台相比 现在的韩国观众更喜欢 在奈飞等的流媒体上 一次性观看多集 甚至是整季的电视剧 尼尔森的数据显示 2020到2022这三年的时间里 韩国的电视台收视率 一直在下降 其中SBS的跌幅是最大的 下降了21% 当然他们本土电视台的广告收入 也就会随之受到影响 尤其是KBS 去年他们甚至因为 广告收入大幅下降 而出现了轻盈亏损 另外虽然有八成的韩国民众 都会在流媒体上观看娱乐内容 但是韩国本土的流媒体平台 日子也并不好过 早在2021年 奈飞就凭借着 全球市场的规模效应 在韩国实现了纽亏为盈 那相比之下 深受奈飞冲击的TV 还有Wave等等 韩国头部的流媒体平台 却由于资金实力较差 以及缺乏海外市场等等原因 也难以打造出全球爆款 所以也就导致 他们对观众的吸引力 在持续下降 平台亏损也在不断地扩大 到了2022年 Wave的亏损同比翻了一倍多 达到了相当于 6.5亿人民币的规模 而TV的亏损 也达到了6.4亿人民币 那么在危机背后 曾经让韩剧 被全球更多观众看到的奈飞 如今反过来 又给韩剧产业 带去了哪些新的问题呢 问题之一 制作成本的上涨 导致部分韩剧制作发行 陷入了停滞 韩国最大的民营通讯社 Newsist的报道指出 去年上半年 有80多部正在制作的韩剧 都因为无法确定播出平台 和时间等等问题 陷入了停摆 那这个数字 就相当于韩国2022年 全年制作韩剧数量的一半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 和奈飞在韩国 财大气粗的做法有关 韩国商业电讯的报道显示 奈飞给韩剧主演的出场费 是韩国传统制作公司的两倍 而在创作环节 韩剧《王国》的编剧 也曾经表示 奈飞只给钱 不发表任何意见 所以这种积极的态度 也让奈飞吸引了 大量韩国演员和创作者 但同时也一步步 推高了韩剧的制作成本 彭博的报道显示 过去制作一集韩剧 只需要花费不到100万美元 但现在却翻了两倍 甚至是五倍 另外在制作成本翻倍的同时 整个韩剧市场 也出现了 攻大于球的情况 韩国媒体《今日财经》的报道显示 2019年之前 韩国每年大约会制作 100部电视剧 但是随着奈飞出品的韩剧 在全球的热播 韩剧市场也变得越来越火热 到了2022年 韩剧的年产量 已经增长到了160部 与此同时 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 政府机构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调查显示 为了走向海外 有将近八成的 韩国本土制作公司 都会首选奈飞 这样的海外玩家 其次 才是他们本土流媒体和电视台 但是问题在于 奈飞的接受能力也是有限的 尽管去年 是奈飞投资韩国内容 最多的一年 但是他们所推出的韩剧 也只有20多部 同时 也有韩国影视界人士表示 去年在奈飞堆着的电视剧 和电影剧本 多达300多部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会有大量的公司 花费了比之前贵几倍的成本 制作韩剧 但却拿不到档期 而且就算 他们想要再把作品 卖给其他的流媒体 或者是本土的电视台 也会发现 这些播出平台 也会因为制作成本的上涨 和爆款难出等等问题 减少了排播 韩国民营通讯社 Newsys的报道显示 有许多的制作公司 都因为没有拿到 任何平台的档期 以及资金的问题 就选择了中断拍摄 或者干脆放弃了播出 问题之二 韩剧从业者 沦为奈飞的廉价内容加工方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有越来越多 韩国影视从业者质疑 他们也正在成为 奈飞的廉价内容提供商 一方面 韩剧的制作成本 本来就相对较低 大约只有美剧的 四分之一左右 另一方面 在平台原创剧集的 商业模式上 奈飞采取的也是 一次性买断版权的做法 也就是说 不论剧集后续 能够产生多少收益 这部分的钱 都只会进入 奈飞的口袋 和韩国制作公司 没有关系 我们以《鱿鱼游戏》为例 作为奈飞收视率 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 《鱿鱼游戏》 为奈飞带来的商业收益 高达9亿美元左右 但是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这部剧背后的韩国制作方 也只能赚取制作费 而没有版权的分成 那除掉成本之后 他们的总利润 大概只有150万 到370万美元左右 有韩国业内人士表示 短期之内 奈飞大力投资韩国内容 是有好处的 但是长期来看 随着对平台依赖的加深 韩国的内容市场 也只是变成了 奈飞的廉价供应商 本土制作公司的盈利能力 将只能维持在 较低的10%左右 甚至更低 另外 在和奈飞的合作过程当中 韩国编剧的收入 也是得不到保障的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显示 一直以来 韩国编剧 都会在项目初期 先收到30%的预付款 那剩余的报酬 则是在韩国电视 与广播作家协会的支持下 由电视台来进行支付 但是由于奈飞是直接把 制作外包给了韩国制作方 并没有直接和编剧签合同 也没有和韩国电视 和广播作家协会达成协议 所以一旦是遇到了 因为项目延期 不断重写 而陷入困境的聚集 那编剧基本上 就不太可能 再拿到剩余的报酬了 问题之三 为了迎合海外市场 韩剧的文化特色 被不断地稀释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随着好几部韩剧 通过奈飞在全球走红 有些韩国创作者 也开始进一步地 向欧美主流观众的口味靠拢 一方面 这是因为 部分韩国的本土创作者 为了能够在欧美主导的 国际舞台上获奖 就会更多地考虑 欧美观众的审美 其次 这也和奈飞在韩国本土的 创作策略有关 早在2006年的时候 奈飞就已经意识到了 平台算法的重要性 他们会分析 当地用户的喜好 然后把相关元素 运用到他们的内容制作当中 从而就可以提高 他们爆款诞生的可能性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由于游戏的成功 也是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 比如说 奈飞会把受欧美观众 欢迎的大逃杀式的悬疑 反转还有暴力等等设定 和韩国的儿童游戏 贫富差距等等一些 本土化的元素相结合 这也就大大提升了 各国观众 对于这部剧集的关注度 那韩剧《亡国》也是一样的 它采取的是丧尸的题材 加上韩国古代的背景 那类似的做法 虽然能够快速地提升 韩剧的影响力 但在长远来看 一定程度上 也可能会稀释韩国在生活化 还有一些浪漫爱情剧 等类型上的差异化特色 不过意识到 本国影视产业的危机之后 韩国本土也在进行着一些改变 首先是版权保护制度层面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韩国导演协会 正在积极地呼吁政府 加强立法 保护本土创作者的权利 目前韩国议会 已经在考虑相关的修正案 韩联社的报道也显示 有的韩剧制作方 也已经主动拒绝 奈飞的橄榄枝 把他们的版权 留在了自己的手中 其次在平台方面 为了和奈飞竞争 Wave和TV 两家本土流媒体 正在讨论合并 而在合并实现之前 他们也在各自寻求 出海的机会 同时引进更多元的娱乐内容 比如说去年12月的时候 Wave收购了 美国流媒体提供商 Cocoa 40%的股份 根据协议 他们计划 在大约30个国家 以多种语言 来播放韩国的节目 TV也和派拉蒙 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且花高价 购买了美国 终极格斗冠军赛 和亚足连 卡塔尔亚洲杯 等体育赛事的转播权 那聊到这儿 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喜欢看 哪种类型的韩剧呢 如果说让你来推荐的话 你最近印象 比较深刻的 韩国影视作品 又有哪些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在节目结束之前 还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们早起活动 大礼包的赞助伙伴 第一财经杂志 第一财经杂志 为我们连续打卡 50天的听众 提供了第一财经杂志 数字会员 节目的最后 还有更多 关于第一财经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似乎更加需要 优质的信息源 而第一财经杂志 就是这样一份领先的 商业阅读刊物 第一财经周刊 是中国首个 每周出版的 商业新闻杂志 从2008年成立开始 第一财经周刊 就一直用前沿 和高质量的报道 服务广大商务人群 到了2019年 第一财经周刊 升级为 月刊 也就是第一财经 e-MAX 升级后的第一财经杂志 加入了更多 大型多元维度的 重磅报道 并增加了 数据可视化服务 丰富深度的内容 也让第一财经杂志 成为了一种 原创的新型阅读产品 除了仅仅跟随 商业财经热点 还在这个 冗杂的互联网时代中 沉淀下来的那些 真正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财经杂志 通过对精选的 商业案例进行拆解 帮助读者 并提供更加开阔的 国际化视野 帮助读者提升 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 并且第一财经杂志 也在不断进行 创新的探索 让商业报道 也可以有趣 不晦涩 满足更多人 对商业的好奇心 第一财经杂志 也紧跟潮流 通过APP网站和小程序 提供更多数字化的 阅读课程和音频内容 现在购买 第一财经杂志 年度数字会员 就可以获得 它的多平台数字杂志 365天的阅读权限 以及收听全部的 原创音频内容 世界纷繁 读点好的 那就从订阅 第一财经杂志开始吧